在国内吃的潮汕火锅 它多数是烫无牛 而我们香港是烫牛公 一只西澳龙虾 两只三点蟹 加上都不用二百元 这里有三个海鲜 加工费便宜得你不信 想知道多少钱就要看最后 大家好 我是香港另一记者Alan 今次去东九龙一个地标街市 就是鄰近新葡邦的大城街市 要去大城街市真的不是那么方便 在港铁黄大仙站C2出口 都要走8分钟才到 而且还要穿过不少屋苑 来得大城街市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找便宜海鲜 以我走了这么多集街市 都发觉大城街市的海鲜真的很便宜 沥海鲜比深水埗更便宜 当然啦 大城街市还有另一个热话 就是说它不是那么好行 因为它又没有冷气 又不干净 而且又地湿路滑 大城街市是挺大的 鱼档真的超过20档 而且便宜价海鲜都有 因为今次会去熟食中心吃海鲜 所以找到今天的目标 就是扇古牛专门店 冬天打火锅上什么地方介绍 我们通常会介绍别人吃牛颈茄 因为多人认识 但其实如果再深入点问 我通常会介绍别人吃其他部位 例如鲜头 金钱斩 其实我们做鲜鼓牛 即做新鲜肥牛 有很多部位 有十几种 就不仅只有牛颈茄 买 其实我们自己一天 汤四分一 或者汤半只 这部是鲜头 只剩这里这么少 还有这部 这些多少斤鲜头 因为我们买360元一磅 这部就是牛颈茄 这部又只剩下一点 这是打火锅肥 普通是手切 对呀 手切 我主要跟客人介绍 我会问客人 你喜欢吃一些软身一些 还是有点咬口的 因为每个客人都不同的味道 我喜欢吃软身的 但我介绍了他吃过鲜头 鲜头有点咬口 其实他就不喜欢 如果有些客人喜欢吃软身 我就会介绍他吃牛颈茄 这些软身一些的肉 这些就少一点 因为一只牛只两只 两条而已 即是后队 是的 所以通常这些金钱钱就要订 近来这么多人 翻心着吃潮山牛 顺便问一下阿峰 究竟潮山牛 跟他买的扇股牛 是有什么分别的呢 以我所知 国内吃开的潮山火锅 以我的理解 我和我的知识是知道 它上面多数都是烫无牛 而我们香港是烫牛公 所以是不同的 如果味道上没有牛 我们 即是我们扇股牛 是有什么 我们香港的汤牛公的味道 它的肉味会甜一些 而且会肥一些 因为腌了 上面那些没有牛 它们没有什么腌 所以它们不会爆花 或者它都会爆花 但不是很多位都爆花 我们香港其实就有食环 去做检测 这些就一定会安全很多 大陆可能也有 但我不清楚又没有 对了 为何要这样的温度 有什么 因为我们本身的汤牛 本身是很热的 它的肉 如果我们放入冰箱 降温 它会慢慢熟 而且我们放入冰箱 它的油花才会瓊出来 你才会看到它的油花 否则我这样放在这里 你看不到油花 有时候我们的牛 会煮到粉和色 有时候我会跟客人说 粉和色的揽头 可遇不可求 一时一时就这样 安格斯牛 和你这个线股的牛颈者 价值的 其实如果你说 安格斯的牛 即是凍肉 价值一倍 但凍肉方面 口感和这些会价值 一定不同 因为凍肉本身 已经冰了很多个月 或者可能几分钟 涉了一年 里面其实肉的纤维 肉的东西都分解了 所以一定是很软身的 你吃下去 根本上一咬下去 都软咬得开 和我们这些新鲜油 全部都是昨日刮的 肉的全部都还没死 纤维还没死 一定有点咬口 肉的味道一定会浓 因为凍肉本身会出血水 血水出了 肉的味道会淡 更新鲜油 听完阿峰说牛 就来到今天重点 买海鲜 这里的海鲜真的挺便宜的 带纸和线背 都是三十多元一斤 蟹更便宜 大大只白鲜也不用八斤 今次我买了最便宜的三点蟹 之前无论我在洋鲜 之前无论我在洋鲜 在洋道街市或深水埗街市 都没见过西澳龙虾可以一百头一只 今天见到250元两只 还要任选择 不买一对不义自己 我们人时买了一只 成为138元 走着走着 当主有推介中尺寸的胜子 它是30元一份 大概有5至6支 之前我在大埔街市买 这种尺寸的90元10支 今次我买两份收了60元 今天原本又有大城街市 其中一个海鲜桶聊天 他还说会介绍一些当做海鲜给我们的观众 谁知他今天是鲍鱼缸 负责人说今天做不到 那又下次 大城街市道一家蠔的专门店 好出名 听人说他会开蠔洗蠔 看上去真是几新鲜 每一只都好肥 他还有一些蠔市买 大约$85至$200半斤 蠔市我真的不太支价 抵不抵就欢迎网友留言告诉我们 谁知今天就有三种战利品 来之前我做好功课 就是上来二楼找传记 其实传记是这区很出名的 负责人说他们已经做了44年 由以前屋村铺搬来熟食中心 传记加工费 你看到表就知道便宜了 每斤海鲜加工 什么班的方式都是收$70元 而且根数越多越便宜的 我今天的性子是辞椒炒 3.5是姜葱炒 西奥龙虾上汤衣面底 每斤70元加工费 衣面收多过40元 他的手势真是不错 绝对性价比高 今天我买260元海鲜 海鲜加工费$250元 这个又龙虾又蟹又性子的海鲜餐 真是$500左右就买到单 绝对超值 另外老板还介绍了一个 怀旧小食给我们 就是韭菜大腸猪虹 这种港式的味道 现在真的不是到地方吃到的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集再见